欢迎来到凯顶顶顶顶的小窝 我是娃娃 又见面了朋友们 那今天的这篇美妆日记呢 我晚晚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我手里这三盘Hourglass新出的三个Face Palette 三个呢我都有收 而且我也有话说 然后呢 Hourglass他们家这个Face Palette呢 我每年都会收 然后每年又都会整理 所以我的手里边是没有它完整的这个collection 如果是新来的朋友 你可以在我的手里面 在我的美妆频道当中 搜索Hourglass这一个英文单词 就叉叉叉叉会出来很多很多的视频 它历年初的Face Palette都有 都在里边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样子的 我现在手里边呢只剩下三盘 这三盘呢 不是这三盘啊 就是以前买的三 就是留下的 最后留下的三盘 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这样子的 如果大家想做参考的话 可以搜一下我的美妆频道 因为我经常整理嘛 所以也没有完整的collection这样子的 那这三盘呢 当然价位有涨了啊 然后大家就是自己想要什么样子的颜色 妆效 然后怎么说呢 量力而为吧 我觉得就是这三盘我真的有话说 大家我真的有话说 可能你会听到不一样的声音 但是这是我自己掏钱买的 没有什么那个什么广告啊 promotion啊或blahblah的啊 然后我也不用抱他大腿 OK 我们就有话只说 不用念稿 这点是最好的 有什么说什么 好吗 如果哪一盘有的朋友非常喜欢 你已经买了已经收了 你觉得非常的不舒服的话 你就跳过 就跳过 因为有一盘我真的想狠狠的吐槽一下 好吗 最喜欢的这一盘开始 如果大家有follow我的instagram的话 然后这一盘的妆容 然后我都有po到上边 就是tiger这一盘啊 这样子 这包装的感觉呢 我觉得是OK啦 fine 因为香提卡也是走这种路线的啊 然后呢 价位是有所上升了啊 是有所上升 里面是一个镜子金属的包装 这是它里面六个颜色 在这里 OK 这一盘是我自己啊 万万最喜欢的一盘啊 那这一盘的六个颜色的 粉纸妆效持久力 晕染度细腻感是非常正的 Hourglass Ambient Powder的这一个质感啊 非常非常的喜欢 然后我今天的这个bronzer呢 用的就是这个bronzer 这个bronzer 大家不要觉得在这里面看的有点土红土红的 上了脸非常的好看 你不要忘记 Ambient Powder 他们家的Hourglass他们家的powder 非常的sheer 非常的薄 但是又有上色度 给你足够的空间去晕染它 这点是非常非常赞的啊 那他们家就是单个的 那一个Radiance Light Bromze 我自己也非常爱 我也推荐过很多次了啊 那这一盘从颜色的角度来说 完全是我的菜啊 如果皮肤 遮遮白的朋友 就是你真的很白皙的朋友 这一盘你用上去 可能会有一些有点 妆容会有点脏掉的感觉啊 因为它有红色痛在里边 然后呢 它的这一个 所有的颜色都有一点点 非常warm的那种感觉啊 然后加了一个非常冷的 毛泪色痛在这里边 那我今天脸上呢 就用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加上这一个高光 就是我今天脸颊这个位置的 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细腻啊 非常非常细腻 不用害怕 就是说 会出现什么卡粉啊 或者是会出现什么 一块一块的啊 或者是妆效时间越久的话 它会晕掉 或怎么样 这一盘完全不会啊 我简单给大家做一个试色啊 简单做一个试色 它的bronzer 这个算是一个nude的 这种topper 高光这样的topper 然后这是一个burned orange的腮红 是个sheen 然后这是它的高光 OK 然后底下这里颜色 再这个颜色 嗯 你可以看到这个颜色 就是一种copper色痛的 皮肤非常白的朋友 其实这种颜色很 我觉得是有一点点 太显色了啊 这个颜色是我今天脸颊 用的颜色 毛泪色痛的 OK 那因为它不是雾面的啊 然后它都是这种sheen的 里面没有glitter 所有显现出来 都是sheen那种感觉啊 所以非常的细腻 也很有光泽感 抹在脸颊上呢 基本上就是层层叠加光感那种的啊 然后呃 大家的刷子也不要很劲的上去 我上妆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看到啊 就是你刷子 有很多的粉粘上来 但是你不要害怕 它晕染的也很好啊 然后散似下来也很好 这一盘 总体来说是我自己从颜色上质感上 啊完整度上啊各种妆容的搭配上都完全是我的菜 所以这一盘我真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如果有的朋友你喜欢这种色透 或者是你的肤色 跟我很像的朋友 大家不要问我说 万万我是黄一白黄二白 我不知道黄一白黄二白是什么样的色号啊 大家因为 黄几白都没有我粉底的色号 所以我从来不关注黄一白黄二白黄几白 然后我也不太专业啊 我就是以我自己这张脸 以万万的脸 肤色 肤矿 肤质 然后给大家说 一个产品 所以我很难给大家专业的意见啊 就黄一白黄二白三白色 这张脸跟白没关系 所以根本不关注那一盘 非常抱歉啊 朋友们非常抱歉 有个朋友问我色 就是粉底的色号 黄一白黄二白 在我这哪一个黄几白它都没用啊 就是medium golden这个色号啊 所以非常抱歉 这一盘感兴趣的朋友啊 我有说过 如果你喜欢这个色头 或肤色头很像的朋友 我觉得这一盘是非常值得收的 而且这里这一盘的颜色 也没有太多的重复 除了中间的 大家知道 有的盘中间之外 会有给你个ambient powder 那它唯一的小小小小的缺陷 就是这一个powder 如果你的肤色很白的朋友 你会有一些 那种peachy shine出来 所以在我这里 它仍然是一个高光 或者是当成一个腮红的topper 你没有办法 把它当成一个finishing powder 去buff你脸上的这一个 怎么说呢 整体的这个妆容 除非你的肤色非常的tan 非常非常的深的话 你可以用这一个 当成ambient finish powder去用 但是对于我们亚洲的肤色 即使你肤色再怎么深 这一个在你脸上 仍然又有那种peachy的那种 适应在上边 所以没有办法当成finishing powder去用 但是高光 或者是当成腮红的topper 完全ok的 完全ok的 所以这个我自己非常爱 而且我并不觉得这一系列 也是从各个肤色的角度出发的 一会儿我再跟大家说 为什么我这么认为啊 这是tiger这一盘 下面呢 我觉得就是fine ok 我买来我觉得嗯 不错也可以用 但是有有话说的一盘 就是elephant大象这一盘 大象这一盘呢 里边长成这个样子 来看一下 是不是似曾相识 是不是似曾相识 一会儿我再给大家做比较啊 那这里边呢 这个呢 你可以把它当成高光 但是他说这一个呢 是一个deem light powder 就是有他后来出的那种 带一点点sheen pearly sheen那种的 就是比他普通的ambient light powder 还要再亮一点点的 那一系列的powder啊 然后呢 你也可以把它当成高光去用它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那种颜色啊 就是 一会儿我试色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然后这就是一个finishing powder 这对于我来说 就完全是一个finishing powder 然后呢 这是一个高光 这个高光呢 也非常的beaming hourglass它们的高光 非常的亮啊 然后这是它的browser OK browser呢 这一盘比较偏neutral色同一些啊 然后 试到这里 OK 你有看到这一个 如果你的肤色白一点的朋友的话 这个 在你的肤色上面 有一种粉白粉白的感觉 灰粉白那种感觉 我也不知道再怎么说啊 OK 这是它典型的ambient finish powder 这有点提亮的效果啊 然后这是光光 然后这是一个browser 这个browser也非常非常的好看 但是这里面的browser 都不是radient light 那个browser啊 没有那种 古同tan的感觉 比较偏neutral一些 最后这两个腮红 一个是peach色痛 一个是rosy色痛 比较偏粉一些 这种 OK 这样子 嗯 这是粉色痛的腮红 加上这四个颜色 两个powder 一个highlighter 然后一个browser 两个粉色痛的腮红 打开大家不要惊艳到 讲讲讲 OK 这个颜色 啊 这个peach色痛 上了脸之后 一模一样 没有啥区别 OK 给大家比较一下 在这里 然后这个 在这里 OK 上了脸之后 没有太多的区别 这三个颜色 我只能这么说 at least在我的肤色上 在我的肤色上 OK 至于里边的ambient powder 我说实话大家 你有一盘hourglass 你就足够了 那个finition powder 你就足够了 好吗 就足够 这一盘 我可以继续用 用上去也蛮喜欢的 但是 大家你要看 你自己的collection当中 在hourglass这个品牌当中 你有没有这一些颜色 如果有的话 你真的没有必要 去花八十多美金 再去买一盘相似的颜色 我是这个意思 好吗 至于那个rosy色彤的腮红 太多了 你任何一个品牌 你有rosy色彤的话 你都会有那个颜色 没有啥区别 没有啥区别 然后最后这一个 我要吐槽一下 大家准备好 包装呢 是我自己最喜欢的 蝴蝶 butterfly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 里面的颜色 我刚开始拿到这一盘 我觉得我买了一个floor 就是放错的一盘 我觉得 哗 三个powder 四个高光 然后两个腮红 就就真要这样吗 就真要这样吗 OK 然后呢 真的是这样 也就是说 这一盘事实上 我只买了两个 新的颜色的腮红 非常的好看 有一点偏 coral 这种的 你看到 这种颜色 有点偏coral 这种颜色的 这颜色非常的好看 然后这一个 就是这样子的 OK 你可以看到 这两个 大家看到这两个 在手上这种感觉 那底下这个冷色调 上面有点 coral的颜色 但是 有一点 warm在里边 有一点 warm在里边 但是底下 这一个粉色 完全就是一个 粉色 你不要觉得 哦 这种颜色 它因为 它的颜色 有一种 那种波纹状的 然后它 你混合到一起之后 它颜色混到一起之后 上了脸之后 就是还是 肉质色痛的 就是还是一个粉色 就是没什么区别的粉色 偏冷色调一些 啊 偏冷色调一些 所以就是 这一盘 来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朋友们 我买它来干嘛 80多美金 80多美金 我买它干什么 我还不如花个40块钱 我买一个三红的了 对吧 我买一个三红 找一个这个三红的提袋品 这一个粉色 太一般了 就是任何一个里面 都有这种粉色吧 底下这一个 底下这个粉色 对吧 买这一盘 到底是干嘛的 我买了四个粉 我至于吗 我要那么多吗 我觉得真的太不必要了 说这一个是 从浅肤色到中间肤色到 我只能说 这个三红很漂亮 又中间这个三红很漂亮 但是80多美金 让我买一个三红 我就觉得 no 你就觉得这一盘打开之后 真的 你有一种错觉 就是这一盘 是不是放错色了 就是有两个颜色 是不是放错了 一个高光 fine 三个powder 三个powder 我不知道大家 然后这是一个 非常收敛的 就他们家最早出的 那个三色 大家记得吗 三色盘 有一个powder 中间的highlighter 一个高光的highlighter 跟那一盘非常的像 这一个就是高光比较收敛一点点 然后这个高光呢 就比较逼迷一点点 然后这个区别 就这样子 就这个区别 那像这种比较收敛的高光 大家都知道 essence有一个 对吧 niglonu的那一盘 对不对 几块钱而已 几块钱而已 如果你真的就想组这一盘的话 朋友 我觉得 80美金 能煮它三倍 所以 这一盘 我实在是不理解 我实在是不理解 是不是 就是颜色 就是腮红 还有bronzer的颜色 它每年出 已经出到极限了 就是没有什么颜色上的创新了 然后就给我整 整这个 80多美金 就这一个 就这一个 太不值了 太不值了 包装最好看 里面的产品 我实在是不理解 hourglass 我实在是不理解 实在实在是不理解 但是我唯一喜欢的 就是这个 塞红了 就是这个 塞红 放一个bronzer里边 好吗 浅肤色就完全 不用bronzer 而且你还是在 欧美这边 对吧 都用bronzer的 at least放一个 bronzer进来 对吧 hourglass 我要一个 face palette 我不要一个 powder setting powder palette 我不想要一个 ambient light finishing powder palette 我想要一个 face palette 对吧 最起码 bronzer给我来一点点 对吧 ok 所以怎么说呢 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如果有的朋友 你曾经 你去年 有买过 hourglass 这一盘 就是这种 这两盘的话 你有买过这两盘的话 这两盘 其实你就完全没有必要去收了 就是颜色重复的太多了 我自己推荐的是这一盘 我自己推荐是这一盘 皮肤白皙的朋友 你可能用上去的时候 稍微有一些费劲 你颜色一定要很搭配起来 或者是有点buff掉这种的 但是如果有的朋友 你的肤色跟我很像 或者比我浅一号的话 这一个用起来就多心用手 真的是很好看 你可以看到 非常的flawless 非常的flawless 然后刚才我有说 就是它的妆容的持久力 然后这两盘当中呢 hourglass 腮红 在我脸上呢 有一些颜色会fade掉 我想说的是这个颜色 大象这一盘的 中间的这个颜色 会消失掉 这个颜色 这个peachy这个颜色 会消失掉 我不知道是它的新配方 还是因为这个颜色里面的粉 非常浮的关系 上色的时候很好 妆容持久的时候 这个颜色会飞得掉 会飞得掉 可能也因为我肤色的关系 或者是我的皮肤 很容易氧化的关系 这个颜色并不是非常的持久 所以这一盘对于我来说 也是fine ok的一盘 butterfly这一盘 对于我来说 就是绝对会pass的一盘 然后呢 tiger这个是我推荐的一盘 ok大家 我视频呢 拉近一下 然后我们尽量在自然光线下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盘啊 tiger这一盘 然后我今天呢 用一下这里面的颜色 给大家上一下妆 然后这是一个bronzer 然后两个couper warm色彩虹 加一个毛色彩虹 加一个高光 加一个高光 这是一个 他们家后来出的那一个 叫什么来着 ambient stove powder metallic stove powder 然后 两个颜色 我们先来用一下 它的bronzer ok 然后我用 itcosmetics的这个大刷子 然后我沾上 它的这一个bronzer 非常pigmented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粉 觉得哦没有什么上来 非常的pigment 然后轻轻的 塞在 加这个位置 因为它的粉啊 非常的薄 所以大家也不用害怕 说不好晕染啊 我觉得粉纸质料还是在的 然后呢 我们用一下 这个腮红 在这里边 这是它的三号色 叫 Burnished Glow 这里 然后我用的是 四分蓝的96号刷子 这个刷子呢 非常的intense 会摘上来 很多很多的粉啊 如果有的 呃 三红 你不太好沾粉的话 你可以用一下 这个刷子 那这个呢 就是我自己非常喜欢 那种sunburned orange 这种感觉的 有一些yellow golden shamer 然后有点copper底色 document 哈哈 我在手上已经 拍掉很多粉下去了啊 然后这里边 有一点点粉在这里边 然后呢 我们用一下 这一个高光 这里 OK Wingos 扇形刷 然后就直接 看到 他们家的高光 还是蛮漂亮的啊 用这个刷子 我沾上这一个 ambient 这一个 powder啊 然后裸色一点的 这一个 然后我buff一下 把腮红的这个地方 增加一点点glow 没有那么多的harshline 我觉得 那elephant这一盘呢 主要是rosy tone啊 然后呢 shanel的contour brush 我摘一下这一个 bronzer的颜色 这个bronzer的颜色呢 是 luxuous bronzer light 没有买过 我没有 我没有买过 这一个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 the色 tone 跟tiger那盘很像啊 非常非常的像 先用一下 这一个 两个都是冷色调的 这一个 腮红 然后呢 我用it cosmetics for alta 这个刷子 拿一下 非常的上色啊 他们家的腮红 非常的上色 大家不用觉得 哦 很sheer 很很很很薄 是不会不显色 完全不会 没有这种状况出现啊 就这个颜色 然后呢 我们再用一点 这个coral pink啊 达到苹果肌的位置 稍微的 pop一下 哦 这一点 高光 这边这个高光啊 这个高光的颜色是 metallic strobe powder beaming strobe light 这个是有点 purly那种感觉的啊 今天呢 这一个hourglass的 三个face palette 晚晚就给大家 分享到这里了啊 然后 我可能给的意见 不一样 仅供大家参考啊 呃 就是 因为它真的不便宜 大家真的不便宜 你想买一个大的盘 你一定是想要把它 怎么说呢 用好啊 用好 呃 我相信不会有朋友买 就是butterfly这种 就是80多美金 买三个setting powder 对吧 呃 我们还是想要 就完整一些 对得起 它是一个palette 盘 这个名称 face palette 这个名称 啊 然后 呃 所以 我的意见呢 就是这样子 爱 剩下两个 可以 稍微考虑一下啊 然后呢 今天的这一个 Hourglass 三个face palette的 总结视频呢 晚晚就给大家 分享到这里了啊 如果 大家觉得得到信息的话 或者是你喜欢 今天的美妆日记的话 就多多点赞一下 新来的朋友 如果你对彩妆 或者是对美妆感兴趣的话 就订阅一下 晚晚的美妆频道了 我们下篇美妆日记 再见了大家 拜拜 拜拜